他一樣的話會幫我把什麼產業別 這個產業別資訊業找出來 資訊業總共有幾筆呢 總共有450-1 OK那也是可以篩選出來 問題7 OK 這個好像都會變形 OK 好那這邊的話 產業別做出來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說呢 日期部分 其實這個需求還蠻大的 很多時候都要找某個range的日期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地方大概變化就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我們要篩選的時候 篩選的時候 基本上按篩選 如果你產業別這個部分 你可以用什麼呢 這邊其實可以用 其實或者是用包含也可以 假如我們剛剛是直接用這個地方 只找一個用等於吧對不對 如果你將來的條件是要用關鍵字 比如說你是金融業 那你打金或者打金融 打兩個字就好的話 你在錄製的時候請你選這個 叫做包含 就可以了 或者是開頭語 結束語 一般用最多是這個包含 包含就是所謂的關鍵字檢索 就是有關鍵字就會秀出來 那如果打勾這個部分的話是完全比對 是要一模一樣 你打一個服務 兩個字它也不會跳出服務業 它一定要是服務業才可以 OK 所以這邊的話可以用包含 但是如果說我們今天是什麼 針對日期的部分怎麼辦呢 其實日期篩選的技巧就是這邊有一個 你會發現它其實還蠻聰明的 其實這個地方的篩選的功能 其實它如果跟那個資料庫裡面的那個查詢功能比較的話 一點都不遜色 也就是說呢 我不知道其實比較少書裡面是會特別強調就是說 在查詢的時候用篩選 比較 可是後來我試一下發現這個地方 一般書裡面都會特別是叫你說你查詢的話就用資料庫 但是實際上我發現喔 因為這個篩選的功能也還蠻強的 那比如說呢 我們要查日期的話 剛剛有講過這日期 日期要查的話 當然你可以選某一個年份 它會先幫你做群組 裡面實際上它會先看一下哪些年開頭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找某些年之間的話 其實就找哪一個呢 介餘 找這個介餘 那介餘的話你給它兩個一個頭一個尾 它就自動幫你把那個範圍的資料全部篩出來了 所以其實還蠻好用的 所以如果你有歷史資料的話 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速度還蠻快的 也不會說太慢 因為現在電腦都夠快了 那所以我們就加一個介餘 那你如果錄下來之後的話 基本上你們可以看一下 我這邊有錄好的結果